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 戴高正 在《千金央环》中饰演方天逸 你们的二爷 若是不想错过我 就给我乖乖听话 下载优古国际版APP 和我一起追剧吧 因为正值受关嘛 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艺难评 但是作为小代来说啊 作为小代 作为方天逸来说 我觉得他也有他想说的话 他的艺难评 其实所以我就觉得 不管作为方天逸 还是作为小代 咱呢 就还是有些话 想给听谣 想给咱们千金丫鬟 说一说 所以小代呢 自己写了一封信啊 写了一封信 想读给听谣 读给大家 读给我们千金丫鬟 听一听 好吧 真的很艺难评 好吧 然后 给大家读一下 我写的这封信 大家听得清我说的话啊 听谣 见信如物 写下这封信的时候 还不知能否再换你的名字 有人说 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 却可以把握他的宽度 在有限的时间 我挥洒热血 做我应做的事 竭尽全力 不无所爱之人 听谣 是你 让天逸收获了这样的幸福 我最放心不下你 也最希望你幸福 还有很多旅途等你去冒险 还有很多美好等你去见证 你拥有无数种可能 无论今夕 只要你回头 我 方天逸一直都在 完结之后 还有一些小代的心里话想说 我感恩千金丫鬟 剧方 平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从拍摄到后期 到现在依旧忙在宣传一线的人员 你们辛苦了 感谢各位老师 你们的认真 专业 负责 让千金丫鬟走向了更多人的视野 被更多的人喜欢 没有你们台前幕后的付出 就没有今天千金丫鬟的成绩 感谢能在千金丫鬟的剧组与各位优秀的演员相遇 在这段快乐充实拍摄的过程中 我收获的不仅是各位的友谊和情意 江湖终有一别 但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感谢喜欢千金丫鬟的每一个人 喜欢二爷的每一个观众 感谢你们最真挚的祝福 沉蒙厚爱 不胜感激 我定当全力以赴 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挑战 演绎好未来的每一部作品 你们的喜欢是我前进的动力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为大家全是不一样的戴高者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 鼓励过我的每一位朋友 有心相识 不负遇见 一路上有你们真好 真的由衷地感谢大家 另外天遥 他们都说 喜欢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 但爱 就会让一个人变成 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无论今天的结局 大家有多么一难评 无论今天 董天遥活成了什么的样子 现在的董天遥 正如方天遥所愿 都是方天遥最爱看到的样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对于我们千金丫环的喜欢和喜爱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 然后今天呢 我觉得是跟大家最后的陪伴 然后也是一个告别吧 然后我也写了一封信 就是 读给天遥听 是作为董天遥 给天遥写的一封信 我就不放背景音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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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记忆力不太好了 吃饭的时候总问刘副官 天忆呢 怎么还不来吃饭 我说他马上就来 肯定是看郡报 耽误了 后来没一会儿 他也就忘了 我多想像娘一样忘了 以为你还在 我好像也在骗自己 给你写信 说好多好多的话 你交代的都军府 我打理的很好 刘副官说 我不像从前那样莽撞了 还总是有点不适应 是啊 我把自己练得像二爷一样强 很多事情藏进了心里 你还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枪 吓得浑身颤立的样子吗 我觉得自己弱小齐了 现在我顺手就能掏出手枪 手法干脆利落 严重三四把心 我一兴奋脱口而出 我说天忆 你看我现在枪法可准了 可准了三个字还没说出口 我回头愣愣地望着空气 只有我一个人 沿空中成队的蝴蝶 都在嘲笑我 我常想 都有来生 我们再不要这样纠葛辗转了好不好 只是每天都能见到你 便是人世间最圆满的事情 便宜 这已经是写给你的第一百五十七封信了 也不是每天写 但只有你能触碰到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每当感到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有给你写信 相信你一定会听到那样 跟你说说话就好了 但我决定从今天起 我再给你写信了 原谅我 我也知道你不会怨我 舍不得怨我 因为我要完成你最后的心愿 笑着活下去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